南投县政府日前在国庆国中举办 看见台湾实作工作坊活动 希望借由亲子共同参与 除了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之外 也能够来认识国庆乡的咖啡产业 国庆是全国最大产量咖啡的地方 全国 但是也是唯一全国有咖啡认真的地方 我们的咖啡非常赞非常好喝 那可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知道说 他在地的特色 然后在地的农特产对家乡的认同 去懂然后去看见然后去学习 新议员邱美玲感谢国庆国中校长林家如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课程的举办 能够让小朋友更加了解家乡的产业 进而能够投入咖啡的产销 让地方能够繁荣 那在学校这边我们林家如校长 也就是安排了咖啡的课程 因为我们国庆乡的咖啡文明全国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教学 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的家庭的产业能够连结的学习 甚至产生兴趣对我们的在地的产业能够大家共同来学习 认清楚说我们的产业的由来以及产业的伸展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那也希望说经过这样子的推广 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对于我们自己家乡的产业 能够产生兴趣 共同回来为我们国庆乡的产业 咖啡产业打拼努力 副议长潘一全肯定县府相关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课程 让孩童从小了解故乡产业 增进他们对于故乡产业的认同感 进而带动地方的繁荣 记者陈伟一国庆采访报道